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现在一说到车辆的设计 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国外的知名设计师 他们不是在奥迪就是在奇亚旧址 而这次在寂寞汽车驾驾华上亮相的本田全新概念车 Honda Design C001则完全由中国团的设计 它的颜值完全超过了目前很多国际知名设计师设计的概念车 这群中国设计师让奥迪奇亚等设计师都是斯坦不足 作为一款展示设计的概念车 Honda Design C001在外观上采用了十分科幻的设计手法 前脸处采用封闭式设计 不代表着未来本田旗下中国本土化纯定的车型或中型车的设计趋势 这场的LED灯搭配环绕前脸的黑色饰调 进一步增强着该车的客气感 此外新车前脸两侧还配有两颗黑色的气候设计 由于目前暂不清楚该车的动力 因此无法判断其作用 在这身侧面 新车采用十分流畅的车顶线条 尾窗大角度倾斜 以至于后备箱部分显得十分短小 在侧面 新车配备有未来感十足的大尺寸轮圈和摄像头饰后视镜 我们也并没有看到传统的外露式门把手 而这些元素也是概念车为了增强设计感的惯用手法 车尾部分 ONDA DESIGN C001在造型上略显浮夸 可以看到LED灯带式尾灯组 采用了与新思域车型相似的C字型设计 但是尺寸要夸张许多 可以看到左右尾灯组下方还采用了相连式设计 与车头的黑色视条表现强弧影 整致的造型十分的动感 与这款概念车的设计理念不模而合 但是这辆车的焦点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个中国设计师身上 这也表明中国的设计师技术设计水平更上一层了哦